各位观众朋友午安欢迎收看这节1400整点新闻 我是林荣 好 先来关心世界杯进入最后四强阶段 赛事也越来越紧张 那目前进入四强的队伍包括了地主队巴西 同样位在南美洲的强队阿根廷 还有欧洲强队德国跟荷兰 那原本最被看好的地主队巴西 因为进攻主力内马尔受伤横身变数 那也让本届世界杯增添了更多的不确定因素 另外来看到阿根廷球星迪玛丽亚 在这次世俗成功扮演王者背后的男人 持续在中场平平助攻 帮助梅西渗透对方防线 甚至在对瑞士之战 还在第118分钟踢进了准绝杀球 让阿根廷挤进前八强 但坏消息是在八强战中不幸了拉伤大腿 将缺席之后的所有赛事 无疑重创阿根廷的夺冠美梦 另外也将缺席世界杯的内马尔 因为脊椎重伤不得不退出比赛 但是现在外传内马尔有意打止痛针 强行复出 不过这个队一是出面否认了 这个可能性内马尔受伤全球粉丝心碎 就连小球迷也流泪 不过有阿根廷球迷竟然是拿着塑胶脊椎道具 在场外嘲笑内马尔的伤势 此举也让巴西球迷很火大 同样体谈消息来关心温布顿网球赛混双比赛 来看到詹浩琴搭档白俄罗斯尼尔宁 迎战对手大会第15号种子 强劲对手可惜最后还是以4比6 2比6被对方击败GG亚军 那两人将会平分48000英镑的奖金 而詹浩琴也追凭姐姐詹勇然的大满贯记录 创下个人生涯最佳成绩 成了卢彦勋谢淑威之后 时尚第三位晋升温布顿终身会员的台湾球员 而温布顿星天王也出炉了 原本是借排名第二的曹可维奇 击败费得乐后 拿下今年温布顿的冠军 那也是他职业生涯第七座大满贯冠军 并且将重登第一世界宝座 但你关心天气状况 晚凶台风在今天凌晨转为强台 虽然是直扑日本 但是台湾东北部这几天受到了外围环流影响 还是会出现一定的雨量 而且预估雨会一路下到礼拜六 那温度方面则可能会掉个两三度 但是高温还是有34度左右 在新竹今天上午更是出现了36.7度的高温 提醒民众还是要随时补充水分 做好防晒 天气热许多人晚上睡觉都一定要开冷气 但是提醒您要特别注意了 有民众冷气开整夜导致冷气机过热 加上使用电脑也是整夜没关 结果疑似电线走火 住家开始冒出浓烟 屋主被惊醒 但是事发突然一度受困来不及逃走 还好警消是出动了云梯车 洒水抢救 最后结束了这场惊魂 有人整夜开冷气让成意外 但同时也有人为了省钱 坚持不开冷气 那下面看到这位爸爸呢 他宁愿开四台电风扇也不愿意开冷气 但是真的有比较省钱吗 我们实际带您来看看 王后带您关心 陈纯真与柯雅兴闹情变 陈纯真沉默多天后现身 控诉柯雅兴做法霸道 还强迫他用低价卖屋 害他损失高达5500万 周杰伦之前主动发出结婚宣言 明年1月生日前要把昆灵娶回家 而小狼口最近更被拍到一起去买家具 难道是为了共主爱潮而准备吗 先休息一下更多的新闻内容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火星聚焦 新北市汐止中心路缠除火烧车液坏 停放在巷口的四辆机车全被大火烧得只剩下苦干 那附近的住户说 是因为巷口有摆放纸箱等杂物 可能天气太热自然引发火警 但真正原因还得等警消调查才能理清 另外来看到这起国道意外 在清晨4点多国道1号彰化岩浦沿北上路段 发生了客运撞上自扫客车的意外 造成自扫客车两名乘客是当场死亡 客运司机向警方说 当时自扫客车停在内线与中线上未放故障标志 客运司机反应不及撞上亮成悲剧 远通电收又出包了吗 因为人为疏失将缴费通知书寄到用路人的车戟地址 而不是通讯地址造成了全台4000多名的用路人 不但没有收到缴费单还要被罚50元的处理费 远通方面是坦诚书师会将罚款全数退还给用路人 但民众对远通的信息却是难再回收 地方消息 但您看到高雄有一座违剑呢 看起来触目惊心 它本来是一间三层楼的透天座 没想到屋主又违法加盖到六层楼 然后顶楼再加盖两层的割舍 如此一来三楼变八楼 甚至还在外墙加装货梯 实在有够离谱 行员机场近几年一直在收跑道整航道 那其中第一航下整修扩建工程去年才结束 现在因为旅客量破表 所以第二航下年底也要扩建 预计工程其要花两年的时间 而旅客量增加连带影响到第三航下的新建计划 原本2018年就会完工 现在得延后三年要到2021年才会盖完 不过这样的扩建黑暗旗 旅客不禁抱怨 机场好像永远都在施工中 收回消息来关心一名陈希男子 因为债务纠纷于另一名陈希男子上个月 破血流的模样 但事隔一个多月 杀区的大安分局直到上周五才开始侦办 陈希男子向事议员投诉吃案 但大安分局坚称没接到报案 破三代的小开竟然沦为 窃电缆线集团的主闲 这是新竹一家三代都是台电的纯包烧 第三代的接班人因为染上毒瘾 竟然把家族公司卖给同业 后来再组窃电缆集团回头偷台电的电缆线 短短半天偷走了一千多公尺的电缆线 总长加起来等于三栋台北101的楼高 主前落网后还洋洋得意的说 若不是他有着专业的背景 偷电缆线可是会要命的 因为地下电缆是高达两万多伏特 要是误触可是非死即伤 还记得联电荣誉副董事长 宣明志的非婚身子宣燕行 前年在媒体前曝光 当时有平面媒体取得了一张 宣明志宣燕行共乘一部电梯的照片 那证实了两人是父子关系 虽然宣燕行事后呢 没否证这段父子情 但是他认为电梯共乘的照片 会流出是住家保全 泄露监视器画面 以此控告保全涉嫌妨害秘密罪 目前台北地检署正在侦办当中 陈纯真与柯雅希女女恋两年情变 陈纯真因为人才两失 割井自残沉默多天后现身控诉 柯雅欣做法太霸道 因为两人四月曾签下调解书 柯雅欣跟日记友人赖川借钱 退还陈纯真先付的头期款 柯雅欣因此宣称所有的共同资产 都已经处理完毕 但陈纯真指控柯雅欣强迫 她用低价卖屋算一算分手后 损失高达5500万 娱乐小小来开到35岁的周吉伦 之前主动发出结婚宣言 要在明年1月生日前 娶小她14岁的女友昆玲 小龙口最近还被拍到一起 去逛生活用品店 买平底锅和白紫碗 显然是为了共主爱潮先做准备 而两人为了掩人耳目都戴上口罩 只不过周吉伦一身豹纹外套非常醒目 想让人不注意都很难 刚夺下金举歌王的林俊杰 人气也跟着翻了好几倍 除了去年发行的专辑回锅热卖 广告跟商演邀约 也是接到手软 算一算光是下半年就吸金近9000万 至于歌后戴佩妮对商演则是 能推就推满心筹备婚礼 乐团速打绿庆祝成军十周年 世界巡回延场会 昨晚台北扫剧展是最中场 歌手林俊杰 Ella和Hebe都到场 那Hebe还站此来 隔空跟阿公尬舞 清风还开玩笑说 干脆请林俊杰唱Uncle取散了 那9天内唱完 6场清风是瘦到指示下43.9公斤 歌迷担心说走路会不会被风吹走 好再来看到花莲拼观光 42组艺人从5月开始接力唱3天 艺人叮当昨天晚上是压轴演出演唱会之后 还释放烟火现场吵嗨 拉米狗桃园昨天举办鲍文啪 还请到有瑜伽女神之称的 房妍来开球 而房妍上场后呢 是脱掉了棒球小外套 只穿着比基尼投球 甚至跳到大师兄林志胜的身上来个 五尾熊抱 那开球的过程太火辣 林志胜的妻子赛后 在个人脸书发文 认为开球仪式真的很难看 那不少的球迷也说 这样的开球有点太夸张 广告后带您关心 横跨数个年代 坐落于原山的台北儿童乐园 营运至今已经长达80年了 现在即将起登 正式走路历史 先休息一下更多的新闻内容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正常消息来关心新北市长朱立伦 今天中午到新北市党部登记参选 登记前呢 先到了新北市泰山 庆祝托语中心开幕 朱立伦说 代职参选的市长 必须做好市政才能 让选民肯定 那一切提名程序 将在9号国民党中常会底定 不过对手游锡坤也抨击 他若是真的代表国民党参选 双北加上桃园 将会成为权贵三都 年底选战即将开打 而现在到处都可以看到 竞选人的文选广告 像是台北市社会局长王浩 和妻子市议员参选人 王立珠的广告刊版 就被民众投诉呢 看起来真的是超危险 而监管处也已经进入调查 这些米粉要改叫吹粉 引发争议后呢 政策大转弯 现在政府又IP管太多 这次是文香要改名叫文勋 那因为环保署认为 以文香这个名称 可能会误导民众 以把含杀虫药剂的烟雾权 吸进肺里为由 希望业者将文香更名为文勋 业者反弹说 全面更换包装呢 会造成巨大损失 搞不懂政府在想什么 很跨数个年代 坐落于原山的台北儿童乐园 营运至今呢 已经长达80年了 可说是不少人的儿时回忆 但现在它真的要走入历史了 除了民众觉得很可惜 很多资深员工都表示 真的很不舍 但您看到花莲 超人气的红面鸭家族 周末假期吸引大批人潮 一天游客量预估上看两万 而赏鸭丸呢 周边还有知名的特产火跳虾 炎热天气 吃下肚真的透心凉 感谢您收看这节的 华语整点新闻 我是林荣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